港澳地区知名爱国工商界人士何鸿燊先生7月10日出病 其丧礼于8日至10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出席10日出病仪式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华、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副主任谭铁牛 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部分官员等 当日下午大恋仪式举行 董建华、何厚华、林申月娥、谭铁牛等为何鸿燊福林 董建华在道辞中表示 何鸿燊一生艰苦创业 是广受尊敬的企业家和自强不息的典范 他一生爱国爱港爱澳 关心国家的发展 大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 并对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贡献良多 何鸿燊之子何游龙代表家人在道辞中表示 何鸿燊一生爱国爱港爱澳 致力于参与祖国建设 大力推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何家人也将劳藉何鸿燊的教导 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何鸿燊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26日 在香港逝世 享年98岁 1921年11月 何鸿燊出生于香港 曾任第九届、十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幸德集团有限公司 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